第二章 當如何虧勸老幼男女和伯人? 但你所講的總要合乎那純正的道理 勸老年人要有節制、端葬、自守 在信心、愛心、忍耐上都要純存無恥 又勸老年婦人舉止行動要恭敬 不說蠶言、不吸酒作奴博 用善道教訓人、好指教少年婦人 愛丈夫、愛兒女、緊守、精潔、料理家務 待人有恩、信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上帝的道理被委旁 又勸少年人要緊守 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 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葬、言語純存 無可指責 叫那反對的人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 便自覺羞愧 勸勸人要順服自己的主人 凡事討他的喜歡 不可頂撞他 不可施拿東西 要顯為忠誠 以致凡事尊榮我們救主上帝的道 因為上帝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 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 和世俗的情慾 在今世自首、公義、敬虔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並等候最大的上帝 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救主寫記的緣故 他為我們寫了自己 要屬我們脫離一切罪惡 又結淨我們 特作自己的子民 熱心為善 這些事你要講明 勸戒人 用各等權並責備人 不可叫人輕看你